說到教育軟體 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帶齊左滑右滑風潮的Tinder 在美國教育軟體每個月的活躍用戶 Tinder它是以高達七成的佔比 完全碾壓其他的App 再來第二名是以女性使用者為主的Bombo 它的使用率不到兩成 第三名是Henge它佔了百分之九 雖然這些大部分的教育軟體 它都是免費 但是同時 它們通常也有付費解鎖的服務 而接運付錢的人 其實可能比你想像得多 我們來看到去年全球消費者 它願意花在教育軟體上的金額 其實已經超過了42億美元 那這個數字 如果你把它拿來跟2018年比一比 其實已經成長了超過一倍 另外呢 如果我們把所有下載的手機APP 我們來做個排行榜 大家花最多錢的 第一名是抖音 再來是YouTube 再來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Tinder 那Tinder它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讓這些使用者 它用免費的還不夠 願意掏錢 繼續繼續花 又由哪一些競爭者後來居上 我們一起來看 在網路交友最多人碰到的共同問題 是如何講出讓人印象深刻的開場白 於是各個交友軟體推出新招 讓用戶有更好的使用體驗 交友界冠軍大佬Tinder 除了根據用戶的地理位置 也加入了年齡偏好等個人數據 透過電腦運算進行配對 近年也推出互動式影集 加強配對成功率 你們看到這個嗎 各位這是真實的 別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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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用戶替你找到價值觀相近的人 朱達以女性為主導的Bumble 也設計了一連串開場問題 讓用戶不會尬聊乾掉 我們開始玩了 問問遊戲 什麼是你的愛語言 OK 質素的時間 和詞語言 我接受 我得到他的答案 然後什麼 等一下什麼 然後第二問問 什麼是你的第一次活動 所以我接受B2K 他第一次活動是B2K 所以你會是我的丈夫嗎 這是接下來的問題 除了製造話題 也多了觀察彼此合不合拍的機會 後疫情時期 越來越多國家解除外出限制 Tinder祭出節慶模式 讓打算去某個音樂劇的人們 可以提前認識 相約有伴參加活動 而Bumble也推出Bumble IRL計劃 讓兩人一同去參加彼此感興趣的活動 在運動健身 參觀展覽 或用餐之中了解彼此 我們似乎期待會變成新的正常 而是一個很容易和舒適的方式 能夠認識別人 前面對那些人的活動 講到交友軟體 不可能不提到Tinder和Bumble Tinder是Match集團底下的經濟母 除了Tinder 還有付費認真交友Match 年輕交友OKCupid Hinge和Plante of Fish 最近又推出了單親客群的Stir Bumble旗下還有Badoo 強攻歐洲及南美市場 Match和Bumble兩大集團 分別在2020和2021年上市 以活躍用戶來看 全球高達1億人都在用Match Bumble約有4000萬名使用者 付費用戶方面 Tinder也把競爭對手 甩在後頭 全球有1000萬人付費訂閱 去年5月應用城市內購買 營收6500萬美元 是其他業者的3到7倍 Bumble緊追在後頭 今年4月網站流量 越增28% 低基的流量 也比去年同期增加將近5成 強大的市場規模 讓Bumble執行長Witney Wolf 成為年輕女性意外富豪 你準備好了嗎 對 太棒了 我們開始吧 多數交友軟體照顧異性面市場 Grinder是LGBTQ Plus 多元性向的交友盛店 全球活躍用戶也多達1000萬人 去年12月統計 Grinder使用者 平均每天花一個小時在上面交友 信心市場競爭較少 Grinder今年也打算透過Spark 在美國掛牌上市 加入股市的交友戰局 估值達到21億美元 現代的網路交友模式 或許老派約會的擁戴者不太習慣 但不可否認的是 它已漸漸成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未來商機也持續在擴大